同学们好 今天这节课了解拍悬握把胶 第一拍悬 业内专家以及获得世界冠军的球员 都一致认为 球拍的拍悬对一场比赛的重要性 是难以估量的 拍悬决定击球威力的道理 除了顶尖的专业羽毛球选手以外 几乎很少有人完全明白 或者关注到拍悬所具有的重要功能 经常见到一支上等的好球拍 随意地拉上立直的拍悬 合施的拍悬可以帮助球员打出 有速度、有力量、有旋转的球 宣传上的弹性是球员追求进攻威力和反手卸力的着力点 而在这个关键点 所依附的恰恰就是一条符合使愿要求的好的拍悬 好的拍悬和立直的拍悬差别是多方面的 除了弹性、回弹性、耐打度等指悬差异以外 最关键的就是拉力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称的 称为半数 保持时间上的较大差异 第一、悬的种类 羽毛球拍的拍悬一般有四种 羊肠的、流金悬、梨龙悬和发迁羊肠合成的悬 羊肠悬是用羊的小肠制作而成的 它的弹性和基球性能较好 但是容易受到气候的影响、容易损坏 成本比较高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 羊肠悬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了 流金悬比较结实 价格也比较低 但是弹性差 梨龙悬美光 但是弹性也不是很好 受气温的影响也比较大 冬天容易发萃、容易断 市场上多是合成的梨龙悬 合成的梨龙悬根据其构造和材料 不同又可以分为很多种类 它的性能也自各有所长 较细的羽毛球拍悬 直径大概在0.70毫米以下 这种拍悬有着较佳的手感和机球性能 较出的羽毛球拍悬 直径大概在70毫米以上 是属于赖打性能 使用时间会比较长 在你决定愿哪一种拍悬之前 最好和穿悬员或者董寒的朋友来讨论一下 找出一款适合你的在性能和赖打性上 都能够符合你个人要求的拍悬 画签扬长和成悬是目前正式比赛中专业选手 所选愿的拍悬 它吸取了上述旋的长处 避免了搁置的短处 它既有牢固、可靠 又弹性比较好的特点 这种旋制作工艺复杂 价格昂贵 目前主要还是靠进口 二、旋的粘力 球拍拍悬的粘力 我们也称为紧度 就拉力一般是用半数来表示 半数是指球拍头的承受力 要使你的球拍 然后配合你的打法 那就一定要定好拍悬的粘力 半数一般是发分为 二十半以下 我们称之为低半 二十到二十三半是为中低半 二十三到二十五半是为中半 二十五到二十七半为中高半 二十八半以上就是高半的 一般业余选手 所拉的半数 都在中低半和中半之间 半数低、粘力低 拍悬能产生更大的弹性 就像蹦船一样 它能够将球推得更快、更远 但是半数低的拍悬较松 击球时 球在拍面上滞留的时间长 而且球的方向控制不好 只要球不是打在拍面的填区 那么球的飞行方向 就和挥拍的方向 存在一定角度的偏差 低半数只有一个好处 也就是无论上什么旋 弹性都好 积高球和吊球都比较轻松 但是不能精确地控制球的弱点 由于半数低 就算你愿相同的力度 击打两个球 球的落点也未必是一样的 如果拍悬拉的半数低于20磅 那么再好的球拍 也无法发挥它的优秀的性能 作为业余的选手 通常都是拉中低棒或者中棒 中低棒的拍子打起来弹性好 控球也可以 机后长没有大的障碍 但是它有滞留感 反弹时间比较长 也就是能量要多消耗在 弦的弹性变形和恢复中 在增大接触时间的同时 不能得到较大的出输度 低棒让进攻的威力减弱 有进攻就是速度的体现 机球时的这种滞留 对于力量的传递是有很大的影响 半数高 拍悬的粘力越高 弹性减小 球拍与球之间的作用强烈 反弹的加速度很大 能量可以快速的转放 机球的触速度快 可以缩短回球的飞行时间 和球改变方向的时间 高半数的拍子 在进攻跟反手上 反应快落点准确 半数越高 对球的方向 精确性控制越好 但是对力量 以及控球能力的要求越高 所以说专业的球员 大都选择高半 高半数可以比低半数 缩短回球时间 高手相搏 胜负往往就在瞬间 二 握把胶 球拍的握把胶 现在市场上有两种 一种是毛巾的 一种是合成纤维的 主要愿途是吸除 手汗防止球拍脱手 还可以改变拍柄的粗细 使握拍的时候更加舒适 毛巾胶的特点 是吸汗力强 但是容易弄脏 使用寿命也比较短 适合手汗大的球员选愿 合成纤维的拍柄 湿样发色繁多 有普通的和气垫两种 普通拍柄的型号和发色比较多 主要是厚度 有薄的、有厚的 还有表面上印有花 气垫的高度 就是在饼皮内面 有一层发泡的材料 使拍柄有弹性、手感好 我们今天这一节课的内容 就讲到这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